1983年7月19日 邓小平召见了公安部部长刘富之 邓小平说 现在国内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横行 我们必须要开展一次严打行动 必须要重点打击刑事犯罪 判决和执行必须要从重从快 刘富之也深以为然 当时社会已经乱到了一定程度 治安形势也迅速恶化 数量庞大的知青反乘 许多年轻人成为了待夜青年 让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加剧 仅仅在1978年 全国的治安和刑事案件 就立案53万起 而到了1981年 更是达到了89万起 这个数字令全世界都感到震惊 到了1983年 大案重案更多 1983年2月 东北二王事件爆发 两名罪犯持枪亡命 让全国人心惶惶 5月份又有酌长人 劫持迷航客机逃往韩国 成为中国劫机第一案 后来的北海公园事件等等 又让全世界都对治安感到忧虑 我国刚刚准备开放 就以这样的面貌出现 在世界上简直让人太过糟心 在这一年发生了许多案件 放在法治节目当中 都构作一年的专题 可以说 这一年也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受到巨大威胁的一年 在这一年 如果不赶紧开启 严打的话 也许治安会进一步恶化下去 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这一年的8月25日 我国发布了关于严厉打击 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声势浩大的八三严打活动就此开始 并且持续了三年之久 在事后 很多人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有很多人说 这次严打造就了许多的冤假错案 是不应该发生的 但随着时间过去 许多法学大佬们 也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其中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汪明亮 就在接受采访时 对严打采取了赞赏的态度 他说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 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转型期 面临的社会问题 比西方国家更加严重 高犯罪率和公众犯罪恐惧感 变得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不给出一个切实的解决方案 对于后来的经济 以及社会发展 都是相当不利的 在严打开展之后 到1983年9月23日 全国各地政法机关 收到了来自群众的 检举揭发犯罪分子材料44万份 3万多犯罪分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这次严打充分体现了国家的威严 以及让公众感到放心 绝大多数人都对严打表示热烈支持 通过1983年的严打之后 在1984年和1985年 犯罪率直线下降 可以说严打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在严打的过程当中 更主要的一点 是有许许多多的高干子弟也就此落马 这体现了国家的决心 在严打期间被处理的高干子弟中 最有名的一个叫做陈东平 他的父亲来头可不小 那是开国上将陈在道 陈在道是我国的开国上将 先后参加了秋收起义黄马起义 又参加了长征 在抗日战争当中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毛主席更是将其评价为 打仗很勇敢的一员战将 自然真不简单 因此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之后 他被评为开国上将也算是实至名归 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哪怕是如此英雄将军 也有难断的家务事 那就是他的儿子 陈在道将军 有个独生子叫做陈东平 此人从小受到过度溺爱 可以说是无所不为 成为了大院里有名的害虫 在大院儿里 人人提到他的名字都褪比三摄 因为这个公子哥 有事没事就喜欢调戏良家妇女 别人只要提到陈东平的名字 那都唯恐避之不及 很多人都无奈地说 都说老子英雄好汉 陈将军家里到底是倒了多大的霉 能生出这么个儿子来 陈在道即使也是有苦难言 他作为一名军人 常年驻扎在外面回家的时间少 对于儿子的关注也就少 每次在外面听到儿子在家里 又犯了什么事 都气得他老人家学往上涌 将鸭药可是没少吃 终于再有一次又接到了大院儿里 其他人的举报之后 陈在道认为不能再让这个小崽子 继续逍遥法外了 于是他决定把儿子送到哈军宫去 在军校里面接受教育 也让他培养培养集体责任感 但是没想到这个家伙 进了哈军宫之后 依然不改变欺负同学的本性 调戏女同学更是家常便饭 成为了学校里有名的恶霸 校领导看在陈老将军的份上 不跟他一般见识 但没想到他本人竟然开始暗中通敌 哈军工作为军工卫院校 自可以接触到许许多多的外国媒体 当时的美国之声 有一项主要任务 就是对中国的军校生进行策反 陈东平就是其中之一 他听到了美国之声的广播 被里面的谜谜之音谜的五谜三道 竟然成为了美国之声的忠实用户 还将其推荐给身边的人 如果说之前调戏妇女欺负同学 只是个人品德败坏的话 那么收听敌台 甚至向其他同学推荐 那可就是彻彻底底的叛国行为了 哈军工在发现之后 直接将其开除 并且送到了农场进行改造 没想到他在农场进行改造之后 竟然没有任何的变化 出来之后 欺负人的本领更加高强 手段更加恶劣 于是在1983年严打开始之后 本着从重从快的原则 这边亥寻之马直接被逮捕 并且被审理 以叛国罪被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 陈赛道在听说儿子被判处死刑之后 竟然没有提出任何上述要求 或者是求情 他早就预料到 应该是这个结局 现在才死 已经算是祖国法外开恩了 由此可见 父亲对这个儿子 到底是多么的绝望 与陈赛道一家 有着相同遭遇的 还有开国少将熊英堂 熊英堂是湖北人 1928年就参加了红军 先后参加了厄狱丸 川闪苏区反围角和长征 在抗战爆发之后 他作为新四军军部特务团团长 履历七公 截获日军多份文件 在接下来的时光中 更是先后担任 华野七纵二十九师师长 三野第二师军 参谋长和副军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更是先后担任 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和第二师军军长 并且在1971年至1973年 升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可以说也是议员 威名赫赫的战将 他家里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由于长时间疏于管教 再加上母亲的过于厉害 这两个儿子在成年之后 变得越来越顽劣 在上高中 就多次因为欺负同学 而被学校批评警告 熊英堂对这两个二十组 十分的不满 于是在他们高中 还没毕业 就把这两个人 直接送进了部队里面 说让部队狠狠地管教他们 让他们能够有所改变 但没想到 这两个二十组的恶劣性格 已经养成 真是天不怕的不怕 他们认为 老爹在过去抗战有功 没人敢动他们 这两个人在进入部队之后 更是到处欺负战友 其中大哥熊北平 甚至还在部队里 监污了一个女战士 此事东窗事发之后 部队自然容不得他们 很快这两人被从部队里开除 但没想到 这两个人在被开除之后 丝毫没有悔改 竟然开始在社会上 到处调戏良家妇女 甚至在两年时间里 他们玷污的女子数量 竟然达到了140人 如此的恶劣行为 让整个北京人人 避之而不及 严打命令下来之后 兄弟二人就被逮捕 作为北京城里 人人见之则逃的恶哨 弟弟熊子平 由于犯罪行为十分恶劣 被立刻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而哥哥熊北平 则被缓刑两年 此人在北京城里恶名昭彰 因此进了监狱也很不好过 有一次趁着看守不注意 他便自杀身亡 这两人也算是得到了 自己应得的报应 像他们这样 被严打的高官子弟 还有许多 通过这些高官子弟的最终结局 有许多百姓 也明白了国家的用意 这次严打成功地树立起了 国家在民众心目当中的形象 并且为后续许多工作的开展 亮起了绿灯 毫无疑问 这次严打行动 算是拯救了中国于危难之中 让人民重新树立起了 对于国家的自信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次严打行动 也算得上是一次成功的行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